好的 比赛进入到下半时 宁兰的形势很有力 他们可以寻找机会扩大比分 不过他们不需要扑得太猛 因为扑得猛了就容易扯到 重点是应该巩固自己的优势 防守不能充限 位置很好 格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拿球 将球转移到了前掌 向外侧找到了侧翼 围挤之中将球解围 尤文图斯又抢了回来 穆勒 传球 阿拉巴 阿诺德 罗纳尔迪尼奥 送出直塞 有机会打天一点是吗 塔塞米罗 阿拉内 直接传到前掌 阿尔贝托 球在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脚下 球在托马斯莫勒脚下 现在应该迅速游手转弓 马尔迪尔迪尼通过拼抢夺回了球权 进攻很有质量 渐入佳境 辽阔 我觉得这样的进攻才干净利落 要给对手施压就必须这样 知道的确没有别的选择 他们必须不要进攻 暗里克 在这里 下地上 带记 完全是 前两天 封重 恼 阿诺德 这球传得不够好 他的跑位时机掐得很准 可惜队友没传好 他有足够的理由抱怨 只要力道再足一些就可以了 卡赛米罗分到右侧 托马斯莫勒拿球 伸出一脚将球断下 漂亮的直贼球 这个约位被发现了 梅西漂亮的突破 选择哪个点呢 担得的机会 能起脚吧 他出色的化解了险情 银扎吉造就了一次精彩的扑救 射门质量很高 很清楚门将的位置 连续队人员做出调整 他们开出了战术角球 C罗在防守上也有所作为 能看到一名前锋 有这样的防守表现 实在是令人钦佩 对于任何一支优秀的球队 前锋就是第一道防线 然而他做到了 他选择打开 肯定让他们惊出了一身冷汗 好的 多亏门将发挥出色 还帮助球队保住了领先的几面 最后一道防线 可以射门了 这叫射门距离球门啊 只差了那么一点点 他在门前的位置那么好 响着这球毕竟无疑 可惜还是莫名其妙的不中 阿尔巴 德布劳内 直接长传 银扎吉拿球 C罗可以过门了 他们信心十足 体能也非常的充沛 不过他们必须保住球权 不能再把球送给对方 挑战阵透 现在并没有完全被动 没必要太保守 这种形式下 应该在前场增加一些人手 飞罗越位 举齐了 踢补席有动作 应该是要换人了 他还能继续坚持的精神可加 不过教练换他下来也是为了他好 能看出来他已经非常疲惫了 好 梵迪克回程到门前 阿诺德 贝卡姆 马尔蒂尼 阿尔巴 阿尔巴 德布劳内 试图执塞 能进球了 能将保持着出色的状态 这次不就看似容易 但其实难度非常大 人将必须手机眼开 就像他所完成的一样 调到前场 德布劳内 就在亮那样没起脚下 想要穿透防线 银扎吉 银扎吉 将球传到禁区 加班的哨哨响了 估计吹的是越位 塔赛米罗 罗纳尔蒂尼奥 尤文图斯 实在耗不起了 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比赛结束了 多么有趣的比赛 过程令人目不挟接 时间也过得很快 可最后尘埃落定 却只有一个进球 通过消耗战取得的胜利 虽然称不上精彩 但是高水准的发挥 和凌峰对手的结果 也是喜得乐见 我们两人的评论到此结束 感谢本场比赛 陪伴我们的专家 不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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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